第六百三十三期武器 大奖堂 限弹枪也叫做散弹枪 现代社会大都是用于狩猎、禁忌、军事以及防暴治安等用途 具有口径大、初速较低的特征 对于目标的贯穿和远射效果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对于近距离的目标则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尤其是对付速度飞快的目标 其命中率极高 那么限弹枪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是怎么样从零发展到如今的各类型号的 从本期开始 武器大奖堂将和大家探索限弹枪的发展历程 本期老白将和大家分析限弹枪的起源 中国宋朝时期的突火枪 中国宋朝时期的突火枪大约出现在公元159年 宋李宗开庆年间 据史料宋使兵自己家开庆元年又造突火枪 以具足为统内安子科如烧放厌绝 然后子科发出如炮声 远文150余目 里面所记载的突火枪是一种逐字的滑膛枪 也是目前世界上由记载最早的现弹枪 被称为现代现弹枪的唯一起源 突火枪的出现起源于宋高中绍兴二年 当时驻守安德城的宋军 以火炮药灌在竹竿内 发明了长竹竿火枪 用于进展 这种武器属于喷射类武器 在两军作战的时候 直接点燃 从管口喷出火焰和大量的烟 对准敌人脸或者战马 这种突然产生大量一面而来的火光 声响和烟雾 未燃尽的火药气体等 能喷出枪口长达两三米 因为这种早期的火枪激发时 喷出物 是不含有子弹 炮弹或者爆裂物的 所以本身对人体 没有太大的伤伤力 简简是作为 捅克逼退和通过火药 在长竹竿里面点燃 灼烧体能的作用 随后的1234年 南宋开始直接面对蒙古铁剂的踪迹 在当时日益恶化的军事环境下 南宋对这种武器进行了优化 发明出了突火枪 突火枪相对于早期的结构 没有太大的变化 其结构 由毛族主管制成的前段发射管 中部则是一个膨胀的火药室 火药室所在位置的管壁 有一个小孔 又被引火使用 后部则是一个手持的木柄 结构非常的简单 相对于早期的长竿火炮 突火枪除了填充黑火药之外 还填有子科 子科也就是现代的子弹的意思 当时大多数装填的是瓷片 碎铁 石子等等 在使用的时候 依然是先将黑火药 从枪口塞入主管 然后将子科填入 通过黑火药的引燃 将大量的弹丸推出 除了达到杀伤的效果 当时这种武器 其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00米 有效射程为20米 这个效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因为在当时的战场上面 弓箭的射程普遍在100到150米之间 突火枪分射出来的弹丸 打在战甲上面 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杀伤效果 因为当时的火药配比非常的差 产生的推力相当的有限 所以发射出来的弹丸 基本上无法对付 敌人坚固的甲咒 第二个是 其射击模式非常的简单原始 所以现在的 三点一线瞄准方式 没有什么用 都是属于瞄准发射 因此在当时问世的时候 并没有多大的实战意义 再加上 其装填速度慢 枪管又是阻止 非常容易耗水和炸糖 基本上发射三四次 阻止就得报废了 所以本身战略上 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 虽然突火枪的实战意义不大 但是不会现代的管转武制和子弹 还创了一个时代 再后来 这种管型的火器 传造了蒙古 而蒙古人又开始征服世界 这种管型火器 也在战争中使用 在1260年 蒙古帝国的军队 在叙利亚战争中被击溃 阿拉伯人缴获了火箭 毒火罐 火炮 镇天雷等等火器武器 就而掌握了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 而阿拉伯人 又将这些技术 传入到欧洲 欧洲人逐渐掌握了 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的技术 面对弹丸的杀伤力 射程 装填速度等等 进行深入的研究 陆续的研发出了火门枪 火神枪 碎发枪等等武器 火药武器 开始有简单的燃烧类武器 演见到了射击类的武器 结束了冷冰器 一统天下的时代 开启了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 欧洲人拿着这些武器 击败骑士 攻入城堡 进而席卷了整个世界 翻开了人类历史新的一眼 因此 爆发射源里的先导 无疑是火气发展中的 又以重大进步 随着时代的开篇 现在将来发展 又开始走向怎么样的方向呢 又是如何影响着 世界战争局势的呢 我们下期和大家继续探讨 本期武器浪堂到此结束 更多精彩视频和下期的内容 欢迎关注订阅武器浪堂 我们下期见